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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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餐廳要鋪這塊頭回來 就放在我們旁邊的頭前 整個過程之中 在這個後面的進步 這個大林府已經消失了 有什麼消失 就是因為我們快起的餐廳 快起的口庭 已經讓前面去做大陸 也去我們來做園鎂 剛才剛才叫做很多大陸的鎂鎂 所以我們不去的家 不然我們的文化 我們民宿已經去傳染了 又進行很多在我們這裡想到 很高很高的輔助 但我知道那是有毒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過不了 你知道嗎 跟那可憐的是什麼 你高雄市政府快點跟我說什麼 我們這個路線是商品 不是本色 不是火器本 我現在說這個水用一定都變成了 我煮一瓶來請大家來營養 好 到這裡 這是這個嗎 對 就是這個 很漂亮 好 這裡面是刷 如果比較燒到的 燒到的 它是比較輕 比較噴 如果比較接近 中途的 冷凍湯的時候 比較粗 這就是我們這裡的禮物 這就是我們很特殊 很特別的好東西 如果有水要來的時候 再來這裡客一下 今年的西蘭宮 是主題是煙蔥下的村莊 因為我們早期 為了時代建設 政府政修大人 沒有人家的土地 還有別人的土地 這個土地 以前是做什麼 讓我煎甘蔗和豬子 所以我們的 黃金的豬水 跟我們的漬食的甘蔗 已經變成了 台灣這裡已經 沒有餐廳也沒有餐到沒有餐廳 所以說有一個流傳 我以前有一個祭土的儀式 就是說 到每年的收藏 都有來辦一些很豐富的聖宴 來擴泄這些土地省 我們是希望說 把這個文化 讓更多的人知道 尤其是我們大林埔 以及厚米頭這邊的鄉親的小孩子 早期在民國62年 政府在推動十大建設 那在40年來 長期的受到污染的 我們這些的居民 其實這邊還有一群弱勢的居民 住在這邊 那我們希望說 用柔興的音樂劑 來傳達到我們的地方政府 上至於中央政府 來讓我們知道說 讓政府來知道說 我們這邊已經 大家的身體健康也出了狀況 不能再讓這個海岸線 南興計畫 再來繼續開發這個工業區 應該保留這個海岸線才對 剛才的行動局想要表達的是 這四十幾年來 我們的臺灣政府 接著連續藍色的綠色的 一直在高雄 林海公會區大林埔 或我們一頭這邊 所擴增的 所一些建設的 一些污染的工業 根本沒有 他沒有責任 沒有能力去改善這個污染 而且還不斷的一直在擴增 他的產能 擴增這邊的建設 為什麼說他沒有能力 又沒有責任 降低改善污染 從去年十一月 去年就是一百零五年 十一月十九號 林全院長跟市政府 陳菊 來這邊跟我們 道歉說 我們這邊太污染了 要把我們簽村 如果一個政府 在一個污染的地區 他所規劃的 所拿出來的對應 是把我們簽村的話 那就是很明顯的 他不改善污染 他沒能力改善污染 他不願去面對那個污染 那那個高橋過日子 其實不是 我算是 最剛開始成立的一個成員之一 那我們是一群在高雄 成長的年輕人 那都是共同 我們關心高雄公共事務發展 我們能夠很 真真實實的感受到 這邊的居民 他對政府的不幸樂 還有那種恐懼 這些恐懼就是 過去他們長期以來被犧牲 無論是說 他們可能 曾經被承諾過 這地方要做怎樣的改善 但是 在現實上都一直沒被實現 那個恐懼感是很深的 所以我們是 不希望 我們是替他們說話 而是我們幫助 大家 然後一起來 讓他們自己能夠為自己發聲 然後因為會 這個地點 以前是 是沙灘 以前是沙灘 然後政府 給我們 給我們 給我們變成一個陸地 所以 我也在想說 奇怪為什麼政府 要給我們一條馬路 不給我們 一個美麗的沙灘 所以 就是要辦這個音樂祭的意義 就是在這邊 也歡迎大家明年 再繼續舉辦的話 可以 一同來共襄盛舉 那我覺得那個音樂祭 最 最有 最重要的一個意義是 他是在地人 在主辦的 他有橫畫 就是有 他是 鳳鼻頭 鳳鼻頭 所以他有鳳鼻頭的 大領埔的 甚至還有就是 也在這邊工作的美農人 所以其實就是 他的 他跨蠻多人的 他 我是覺得 這個音樂祭 最重要的就是 再去主辦 那我是希望 可以再 可以再擴大 讓主辦的人 就是 可以更多的人 流進來 有外地的經典 他們來自總辦 類似像環保的音樂 那時候他們就辦了一個遊戲 就是 像是在交 然後 就是讓 就是學生 他們伴随各種 像 忽然的怪獸隊 然後又走到什麼 中油的大總統 那邊 這樣子 然後我也認識了那一群 就是來賣活動的 然後我自己就想說 欸 外面的人都這麼 關心我們 大力圖 那為什麼我們這裡的人 都沒有出來混進 然後 之後才知道說 其實不是只有我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 就這樣 藉由那一群年輕人 那一群怪獸的年輕人 然後 再找到現在的這一群 現在的年輕人 然後 然後 在這段期間 因為我們大概就是 在2011年 就開始大家 遇到一起做一些事 然後 呃 這幾個我們有辦過 攝影展 然後都找到面記錄 然後參與環璧的活動 然後接下來 就是 現今這兩個都在辦一圈 這樣子 對 又是關於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難受到 然後政府的作為是 你把這個地方汙染成這樣子 那你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居民遷走 就是有很調的工作 我覺得一定有你把居民遷走更好的方法 把居民遷走需要花這麼多錢 那如果把設備改善 然後降低汙染 就會需要花這麼多的錢嗎 環境不是我們造成的 是因為政府整個開發案 來造成我們這邊的汙染 而不是我們百姓自己造成的 所以你政府要有責任 不能把這些居民離去丟在這邊 這樣是很不合理的 同樣都是中華民和國民 我希望我們的地方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 要有那個同理性 來對待我們這邊的居民